Hello Camry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車友們來安裝介紹的車款 是Camry的七代 那這一款七代是2012年到去年吧 2018-19年左右 是一個Camry七代 那這個世代的Camry 有2.5 還有一款就是 這個世代七代裡面 市場討論最多的就是油電款 那油電款的話 它在Camry還有其他 所有它的系統裡面都受到推崇 那我們自己KT的台中工廠裡面呢 也有Camry的實車可以給大家來試乘 經理自己也是Camry的車友 也是車主 所以我們廠裡面有很多Camry的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它像是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Camry來捧場的車友 一樣是六代的那位車友 也是試乘的時候覺得有滿意 就立刻安裝了 那這一款的話是Camry的七代 那最新款的八代已經變成是進口了 八代的話已經底盤都不一樣了 八代的後方已經變成是TNG的底盤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結構 已經都不太一樣了 那這一款七代的話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 還是維持之前經典Camry的後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還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車友本來的就已經做了一個改裝的避震器 前面輪胎 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前面跟後面大概是剩下26mm 原廠的話七代其實還滿高的 那有略略降低的大概到一指半左右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車友的基礎改裝 譬如說這裡有輪胎跟鋁圈 這個是18吋的規格 二五四五十八的 那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是十九的 所以乘坐起來的路感會稍微比 四五的扁面比還要來得直接一點 但是像今天有一位Diana J32的車主來試乘 他也不覺得我們扁面比三十五的還是有不舒服的狀況 今天的試乘距離還比較長 我們開到了中港交流道順便去寄貨 所以試乘之後 車友也是立刻預約禮拜三 禮拜三的早上要做安裝 所以我們廠裡面就有Camry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Camry的車友來做試乘 那車友除了輪胎鋁圈有改裝 前面的煞車是阿哥家的那個JPP JPP的大四吧 後方的話是加大碟 基本上底盤連排氣管也好 都已經做了一個基礎的改裝 那車主的話本來也已經有做一個避震器的改裝 可能是有損壞或者是其他狀況 所以今天來把它換成KT的 那原廠的避震器呢 經理已經大概有講解過了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牌 或者是跟KT的一個差異性 這個也是台灣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它也有有附上座 前後都有附上座 前面的話這個品牌是配200長7公斤的直捲的彈簧 後方的話它是配250長4公斤 那基本上它的後方的彈簧跟KT的1公斤數是一樣的 都是4公斤 但是這裡有兩個狀況比較不同 第一個它的上座可以看到有一個斜度 那這台車不論從4代5代6代7代 它的後方上座都是有斜度的 如果沒有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很多的通常會有一個異音的狀況 那這樣設計的話也還OK 這樣的異音率也不多 但是這樣的彈簧的舒適度呢 就會稍微來得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兼備 那像這樣的彈簧在操控性上的話 如果比較熱血的車主可能會比較適合這樣 圈徑比較小的彈簧 這台車前面如果配直捲彈簧 或者是燈籠狀或者是液徑的彈簧都還好 可是這台車的後方它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後方彈簧的選擇幾乎是這台車所有的重點 所以後方彈簧 那待會我們再來介紹一下KT的一個設計 這個是後方一樣是用250廠4公斤的 所以它的圈徑 它這個外徑呢比較小一點點 那圈數呢也會稍微多一點點 前方的話這個也有附上座 KT的話前面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但KT的前面它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才配因為這個DG2.0 它的車頭我們是配置7公斤的彈簧 是上小下大的彈簧 那待會的話拍到前面我們再來做一下介紹 那這台車我們先來介紹後方好了 來我們先再來看一點這個彈簧 這個彈簧它的圈徑比較小 這個不是直捲的 它有一個小圈徑 外徑稍微比較小 那這個就是KT的一個設計 KT的話它的彈簧的圈徑呢做得很大 其實跟原廠一樣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就會稍微來得好很多很多 那上方的話它沒有轉成一個上座的形式 是直接沿用原廠上座的形式 可是KT有附全新的上座 而且這個防塵套啊 它是當車高撐起來也好 放下來也好 行駛鍵也好 它會把軸心全部照住 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這個防塵套是一個家常的規格 那後方的一個離載串呢 油管固定架這些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這些車友也有改了金屬油管 所以這個金屬油管的固定的方式呢 跟原廠不太一樣 原廠有辦法鎖一個螺絲就好 但是改裝金屬油管之後 它變成是用對鎖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 後方的話它的車高調整啊 最高也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輪胎跟葉子板 到切洗也都還可以 所以像這樣的改裝的避震器啊 它能夠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以這一台車來說相當相當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阻力調整的方式好了 在車裡面 這樣看得到嗎 這個是後方喔 從4代5代6代7代啊 當車友們要自己BIY 或者是技師要安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 檢查一下 後背靠的 後座的這個 背後靠的這個椅子呢 要往前拆開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三顆螺絲 那這三顆螺絲 萬一啊 車友們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還蠻不方便的齁 需要一個人啊 把這麼厚重的椅子 搬起來才有辦法調整阻尼 但改KT的話不用這麼麻煩 因為KT有附這一個 這個旋鈕 這個延長的調整機構啊 就是來讓車友方便調整阻尼的 往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待會把椅背裝上去之後 這一顆調整機構會裸露在這裡 就直接能從後座的後腦槽後翻 這個延長調整機構 就直接可以調整軟硬的 那在上座的上方 可以看得到的這個機構啊 就是KT所附的原廠型的後上座 所以這台車來說的話 KT一般來說都做得相當的舒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設計 好了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 我們配的彈簧比較特別一點 上座的形式的話 它是類似沿用原廠型的上座 那這台車 調整主因就很方便 8代的話好像是蓋著吧 7代、6代、5代都很方便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如果車友們是開CAMELY的5代、6代、7代的話 如果沒有自己 今天是7代嘛 也許你的車是6代啊 那可以到Youtube上面 搜尋KT Racing 然後空白、CAMELY6代 就可以搜尋到自己相關的一個車種呢 可以來看看 好 這個7代的話 引擎式打開 從這個地方就能看得到前面 避震器的上部機構 那這個KT除了能調整高低之外 軟硬的話 也能隨著車友想要的軟硬度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方向它就變硬 這裡有一個H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調整的秘訣有兩個 第一個 需要把胎壓 打到一個原廠的建議值 一般來說 18吋的話 大概人胎壓 大概32-33PSI左右 那把胎壓設定完成之後 再來調整阻鈴 阻鈴的話 左邊跟右邊要對稱 一定要一致就可以了 那前方的話 像這個機構的話 才是一個介紹的重點 除了剛剛經理提到的 它的車缸能調整之外 這條彈簧也很特別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的圈釘特別特別大 如果啦 這部車是比較小鋼套型的 譬如說 我們公司裡面 有另外一台自乘車 是VH的Golf的七代 那原廠就大概200多匹 改個晶片的話300匹 那像那樣的頂盤 跟這一群的車主的話 它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Camry它畢竟是一個大型房車 它畢竟是一個大型房車 或者是跟休旅車 它的性質會比較接近 所以這樣的車型 它所訴求的 其實操控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性 它的主要的目的性 是乘坐起來的舒適感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這樣的彈簧 KT用心的地方 就是在於希望保留到它原廠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像這樣彈簧 我們第一個公斤數降到7公斤 第二個它是一個大圈徑的設計 所以它的往下壓 或者是回毯的時候 遇到坑洞回毯的時候 它有30%以上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 直上直下的直捲彈簧 所以相對的來說 它這樣的彈簧的舒適度 就會好很多了 所以這個前面的彈簧 是這台車跟後方 尤其是這台車的後方 前面的彈簧 也許啦 用直捲彈簧 也還可以 可是後方的話 不太行 後方的話 這台車用直捲彈簧 一定會很跳很跳 不信的話 如果有車友 板上有車友的話 我們公司裡面 也有試乘車 歡迎大家來比較 來試乘看看 那前面的話 這裡有一些 離載鑽的固定點 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線 相當然 KT是一個專業的製造工廠 這些的話 就會做得跟原廠一模一樣 好 那前輪的話 在仰角上方 這個螺絲 大螺絲的固定孔 KT還特別把它做成一個 橢圓孔 讓它前輪跟後輪 當車高降低之後的 Camper角度 能做到 不需要再定位的時候 再做擴孔 我們所做的一個 調整的範圍 就可以適用大概99%以上的車主 想要做的一個 Camper角度 也許有可能要做到 三度四度 海拉風的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可能就要搭配到 遠上座之類的機構 才有辦法對應得到 比較特別的角度 但一般來說 行駛的一個正常的角度 大概負一度到 兩度之間的距離 的一個範圍 我們前輪的仰角的孔徑 都有辦法對應得到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KT的用料好了 像KT裡面所填充的主泥油 是一針口 大概200L這麼大 是從意大利進口的IP的油品 那像是這一款車 Camero 應該很多的車友 會推崇的是日本Tim的品牌 那Tim的品牌 它所使用的油風 一樣跟KT一樣 所使用的 也是使用日本最大的油風品牌 叫日本NOK 那這個品牌 可以在車友們 可以Google一下 這個是日本做油風 一個龍頭的品牌 所以用那麼好的主泥油 用那麼好的油風 當然相對的品質 也就會好一點點 那相對的 KT製造的成本 也就相對的高一點點 那當然用那麼好的料 也許也有很多的 是怪羊頭賣狗肉 說的是用的IP 但是裡面填充的可不是IP 所以還是車友們 第一個 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慎選廠家 第二個 還是要找誠信的廠家 第三個 建議車友們 多多來試乘 就是一個選擇避震器 多二的法門 在板上詢問車友們的 使用心得的話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客觀 因為每個人的改裝狀況 跟每個人需求都不一樣 所以經理會建議大家 既然KT有Camry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那大家就不用客氣 很歡迎大家來做一個試乘跟比較 OK 以上是今天 Camry 7代安裝KT 道路版避震器的直播影片分享 謝謝大家 下回見 拜拜